大家好,歡迎來到請問康健回答你關心的健康大小事 我是康健雜誌的易德 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是積少症 其實現在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積少症是越來越重要 估計大概有30萬的老年人 台灣30萬老年人有積少症的問題 但是積少症和老後失能其實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要請劉文醫師來告訴我們 到底要怎麼樣預防和逆轉積少症呢 歡迎劉醫師 易德好,大家好,我劉醫師 可以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跟這個老化失能很有關係的積少症是什麼呢 易德,我在講積少症之前 我先講一個我們自己台灣家庭醫學會 針對一個大概1320人做的一個大的研究 所以我們台灣到底有多少人有積少症 這個研究來講顯示說 我們大概平均46% 這個百分比46%的人會有積少症的風險 非常多 然後呢它這裡面來講 尤其50歲以上這些熟齡的人 大概幾乎男女平均起來 就半數超過一半以上有積少症 就是說你看到路上有兩個 這個五歲以上幾乎有一個都是積少症 那積少症來講 顧名思義就是肌肉減少 我們大家聽過的骨質疏鬆 那肌肉減少就是我們肌肉量不足 肌肉量不足來講 我們就是算是一種面臨虛弱症一個前奏 我們在以前都講的骨質疏鬆 現在會為什麼強到積少 發現你如果開始積少的話 你不去管它 後面骨質疏鬆開始跑出來 肌肉減少之後呢 你會很多東西 剛剛易德講的重量子 叫做失能 失能就是說你平常工作自理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會下降 你會比較無力會虛弱 你的內分泌功能會減弱 上次我有一個老先生是這樣 他就是積少症 我跟他講說你要開始運動 那他說吃東西他很清淡 他說他膽無存高 他不能吃太多什麼肉啊 我說可是你積少症要小心 後來他就三年沒有來了 後來有一天回來 是他帶了腿輪椅過來 這個伯伯很可憐 他就說他後來有一次走在路上跌倒 因為他肌肉不夠 跌倒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寬骨骨折 又到了醫院去 結果呢又因為住院 又導致什麼東西 泌尿系統幹的肺發炎 又導致敗血症 差不多一個多月才出院 一過來已經坐在輪椅上來找我 更瘦弱了 然後還開始有失智 這就是一個 我們在看到一個肌草症 沒處理好的話 一個連續劇院都看得出來 所以肌草症來講 我們講說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處理好的話 會很麻煩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講就是 我們在最常碰到的 股四頭七 我們核心的肌群 公二頭七 整個缺乏的肌肉量 一直現掉 這都算肌草症 那當然來講 我們講說 如果假設肌草症發生之後 你的行動力 我去走路運動 你越不想走 你會越覺得累 越覺得累又不想走 就坐在那地方 就肌肉流失更快 它整個來講 我們的能力 生活治理完全下降 就到達一個非常多的虛弱症的狀況 所以肌草症要特別特別小心 接下來想要請劉醫師幫我們講一下 到底哪些人是這個肌草症的高危險群 我們看這個手板來講 但第一個我們剛剛 我剛剛講這個 就是家庭學會 統計國人大概五歲以後 幾乎有一半的都會有肌草症的現象 其實在七十歲以上 老人家是更容易發生 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如果你在七十歲以後來講 我們大概是這樣的 肌肉量每十年會減少百分之十五 很可怕的 減少非常非常快 所以假設你是已經開始有這個七十歲了 更要更要小心 當然我們在這個年紀 如果假設五歲六歲以後 也要開始注意了 第二個叫慢性病的患者 你不管是有慢性阻殘性肺病 你有這個洗身的病人 你有嚴重二型糖尿病 你有肝臟疾病 你的癌症治療的病人 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們在這個治療過程當中 慢性病的話 他的這種運動能力不足 他根本沒有動力 常常合併憂鬱 他不想動 有的時候呢 肌草症就會增加 第三個 就是長期臥床或失能的這個 我想這個顧名思義就是躺著不動 對 所以假設你是有行動能力 當然就不能每天躺著不動 可是現在很多人知道嗎 年紀大的人 他年輕輕也是一樣 每天就在家看電視很開心 喝個什麼東西 吃個很開心的食物 零嘴 就一天都不動 當然我們在很多的 腸道中心或老人 這個老人安癌中心 都能碰到這個患者 肌肉流失非常快 特別小心 不良的 營養不良來講 就是說 我們會 其實基本上 蛋白質攝取不夠 我們常常講說 吃蔬菜很重要 可是我們現在很多人 就常常 蛋白質攝取不足 蛋白質攝取不足來講的話 我合成肌肉的原料 叫胺基酸就不夠 你知道以前我曾經有一個 一個太太跟我講說 例如是這個蛋白質 是不是合成胺基酸 我聽過暈倒 胺基酸是有25胺基酸 它會合成肌肉 所以當我吃的 不管你說雞蛋牛奶 豆類 豬魚雞 這些肉 它會分解成胺基酸 送到身體去 然後合成我們需要的 所謂肌肉 但營養不足來講 就可能麻煩 另外呢 小腿過細 我們在評估個肌少證來講 有一個就是測量這個腿圍 所以你看到最有些人 如果誒 成為這個媽媽 最近這個小腿 越來越瘦 不要開心 我最近身體很好 我本來蘿蔔腿 變成驕傲 不要開心 肌肉開始少了 再來講小腿 但過細的人都要躺 小心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叫做長跌倒 有些人 就誒你怎麼走路 怎麼少兩根肌 每次跌倒 那不對喔 如果你是一次被半倒就算了 長長跌倒 代表你的肌肉 維護這個關節的肌肉組合 也不夠了 所以你會站不穩 有時候滑倒也容易滑倒 這個要特別小心 這些是我們所謂的 所謂的高危險群 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剛剛那些人 就是高危險群嘛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說 自我檢測 到底自己有沒有這個肌少證的症狀 是的 我們一般在醫院來講 就是我們會測量這個肌肉量 最簡單就是我們從 Inbody去看看你的肌肉組成 我們以前談過這個脂肪 我們可以從那個地方 可以看看IOI你的脂肪量 肌肉量也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我們有什麼方法 告訴我自己 真的有可能激少證的風險 其實這個非常重要 我想這個這幾個點 大家請注意一下 你可以對照一下 第一個我們講說 就是走路呢 就是遲緩 我們有個條件 就是6公尺行走 每秒速度少於0.8公尺 那換來要說 你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我如果走8公尺 我要少這個花10秒以上 那就是有問題了 好這走路太慢了 我們看有老仙老太走路 大家注意一下 握力下降 就是你的手握力 握力下降 拿不動5公斤以上的物品 或是這個毛巾擰不乾 有的時候你可以看看 如果假設你自己擰毛巾 奇怪了 你覺得你很吃力 毛巾都濕濕的 握力還是有問題的 或者說你過去呢 假設我開個什麼 一個罐頭啦 開什麼東西 瓶蓋很容易打開 現在打開打不開 開個豆漿 開個牛奶打不開 要請老公幫忙 或請兒子幫忙 就是握力 有問題了 另外呢 行動 吃力 你起來 包括爬樓梯困難 我跟你講 我那天看到一個在 在一個咖啡店 那一個 一個先生 年輕人呢 他起來就突然要撐個手 這樣起來 你知道撐著把子站起來 我這樣覺得 這個真的是有點問題 如果你行動吃力 所以 現在不是光老人家 很多年輕人不太動 久坐 肌肉都不太夠 如果 你只要行動起身的困難 你要扶著這個桌椅 或者那個靶子 就要特別小心 還有我剛剛提過 叫反腹跌倒 所以它的條件 其實還蠻鬆的 一年來 年輕跌倒兩次 所以很容易中標 對啊 有人說我跌一次 去年我跌了兩次 或三次 那個肌肉大概就有問題了 可能就是有點肌少生的問題 另外 體重減輕 我們特別注意一下自己 如果 它這邊有個條件 如果呢 除了刻意減重以外 你說我六個月之內 體重減輕5% 譬如說假設 我是60公斤 那我5%就減了3公斤 我在六個月之內 減了3公斤 那個不是好事情 我常常碰到 有一些朋友來 在做一些身體健康調理 一看 什麼體重減輕 他進來就跟我講 劉醫師 我很開心耶 我體重減輕耶 我就跟你講 我就這樣運動 我東西吃的也不多 我一看 唉唷 你瘦下來 可是你脂肪沒瘦多少 肌肉少太多了 這個就是有點問題 他會給你補一句話 難怪最近有時候 雖然運動力氣不夠 肌少症 所以這幾個條件來講 請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有任何一個 那邀請醫生幫你檢查看 是不是還是有肌少症的問題了 那劉醫師 想要請問一下 到底有哪些行為 是可能會造成我們肌肉 就是大量或是流失的狀況嗎 我跟你講 就是營養不均衡 然後呢 你吃的蛋白質摄取不足 我們先不管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 我們發覺有個現象 就是 年輕男生都不會說 摄取不足 但是呢 年輕大人 他說為了飲食清淡 吃的比較少 可是他不小心 他會吃很多的蔬菜 可是很重要的蛋白質 他摄取不夠 他摄取明顯少於 我們講一公斤一克的蛋白質 有時候大概一公斤只有 大概0.6啦 0.4喔 是更少 我們大概講 如果你是60公斤來講 如果腎功能沒問題 都盡量摄取到 72克以上蛋白質 這樣才不容易有這個缺損 所以當然還有 我們還有很多 其實年輕女孩子 他們常常做這個 健健性的斷食 有時候一天只吃一餐 我都碰過 那蛋白質摄取量太少 肌肉也是掉 所以嚴重的偏食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運動不足來講 也會導致所謂的 這種肌肉流失 不過我要提醒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可是呢 有人跟我講說 有一次我每天都去散步 我這散步這一年 怎麼肌肉還是少了一公斤 各位各位講 散步慢慢走 溜狗 那一點用都沒有 那會讓心情開心 但是呢 你在這種散步來講 它沒有叫主抗運動 你的主抗運動來講 就讓我肌肉去訓練 譬如說 舉啞鈴啊 我想核心啊 深蹲啊 棒式啊等等 叫主抗運動 如果你是散步 溜個狗 看看花看看草 有活動到 這種情況來講 也是會容易造成肌肉 不足的問題 另外還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 就是一等 你們這年輕女孩子 不愛曬太陽 不愛曬太陽 要美白 對 那還有女孩子說 我要曬太陽 可是我現在塗防曬的 一點用都沒有 因為怎麼樣 維生素D3過低 我們在講這個 在肌肉合成當中 除了我們講 氨基酸 蛋白質以外 D3還滿重要的 國外北歐有個研究 就是說 如果D3越低的人 肌肉呢 流失 是越容易越嚴重 所以 曬太陽也 漸漸反映說 這個人可能運動量 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 如果假設你不愛曬太陽 或你曬太陽塗太多防曬 D3過低的話 確實肌肉是容易流失 那當然這個人要講過 就是減肥過度 我們很多人來講 為了減重 這個大概就一個衍生的問題 可能大概就吃的比較少 或者說他寧願挨餓 那這個問題造成什麼 你連帶的蛋白質攝取不足 連帶來來講 你可能一些微量元素 礦物質 都不足 這個也造成我們肌肉 流失比較快 所以 減重足啊 也是女孩子 不愛曬太陽 要特別小心 這就是高危險群號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講缺乏就醫意識 那天我猜一個阿嬤 好瘦 他是被他孫女帶過來的 然後我說 你怎麼會想帶阿嬤來看 他說阿嬤最近走路好慢喔 然後慢吞吞的 因為我看你的粉絲也提醒大家 注意肌少症 阿嬤就一直跟我唸 我沒怎麼樣 要叫我來看 為什麼叫我來看 我一看阿嬤的肌肉少得非常多 那我就跟阿嬤講說 阿嬤你的肌肉真的不足 他認為他很健康啊 他量血壓症 他一直跟我講 血壓正常 各位喔 血壓正常不代表沒有肌少症 所以我們在很多人認為說 我都好好的 我幹嘛去看醫生 不知道你的肌肉流失了 我想這幾點都要特別特別的要注意一下 那劉醫師這個肌少症 到底要怎麼辦嗎 現在有藥物可以治療嗎 你得沒有藥 沒有藥 沒有藥 無藥可治 唯一的藥的良方 就是 營養家運動 我們在講 藥來講我們常講處方 沒有藥的處方 但是處方有 運動處方 尤其我們會談到 叫主抗運動 所以很多人問我 劉醫師 有沒有開什麼藥給我吃一次 像降血糖 吃了之後肌肉會自動增加 劉醫師不是股中有藥嗎 肌少症有沒有藥 沒有 所以肌少症是沒有藥的 那肌少症沒有藥 那到底就是有什麼樣 就是像飲食的部分 有什麼樣關鍵的營養素 特別需要注意的呢 有的 我們講在生人紀錄當中 大概我們剛剛有意無意 都提到一些關鍵的東西 我想我們藉由這個手板 跟大家提一下 因為大概如果這樣子 各位聽到很多東西 我講這個叫 肌肉蛋白質 如果大家有在這個健身房做運動 可以看到 有時候他們在這個叫 增加肌肉蛋白質 它會特別增加叫 脂鏈氨基酸 什麼叫脂鏈氨基酸 就是說我們在 我先講概念 氨基酸裡面有大概20種氨基酸 那其中有這個 我們叫非必須氨基酸 有必須氨基酸 有條件性氨基酸 也許未來我們再談到這個東西 但是在合成肌肉裡面來講 脂鏈氨基酸特別重要 那蛋白質裡面呢 我們講有20種氨基酸 基本上最完全的蛋白質 就雞蛋 那裡面所有的這些 所謂的氨基酸 通都有 講得更細像 還有所謂的蛋白質效價等等 但是我們講 豆蛋魚肉 這個基本上 你盡量都要吃到足夠 如果假設氨基酸 蛋白質自然源夠 那這樣它量 那我們講 假設魚 一公斤體重到這個所謂一克 如果假設你是 吃魚少一克 雞肉會逐漸流失 我們如果講 腎功能沒問題 先把蛋白質拿高 我想這個雞肉啦 魚肉啦 豆類啦 牛奶乳製品啊 豆漿啊 等等都有這個蛋白質 希望大家蛋白質要吃得足夠 第二個來講 鈣 鈣來講它對我們骨骼生成非常重要 其實鈣對於建構肌肉 你可能想不到很重要 我們的肌肉收縮也要靠鈣 很多人鈣代謝不足 或鈣不足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會 就是身體有個機制 會把骨頭的鈣挖出來 然後去補充我身體需要的鈣 因為鈣來講 對身體包括我們 淋血激轉啊 還有你的肌肉收縮都需要鈣 當你的鈣質不足的話 你的肌肉收縮不夠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 叫血鈣過高 那也會造成肌肉的一個 叫抽筋 那基本上鈣不足是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治療這個 調整肌肉的量來講 鈣很重要 我們不然從這個 牛奶啦 豆漬品啦 一些海帶海菜啦 還有一些什麼 黑芝麻啦 堅果啦 這個深綠色蔬菜 都有所謂的鈣質 再來D 我們也講 剛剛前面帶到一個話 D有D2跟D3 那D3來講的話 是一種比較活性的 我們今天曬了太陽之後 我身體的膽固醇 會透過陽光的紫外線 會合成維生素D的前驅物就對了 然後它會經過肝臟 經過腎臟 變成我需要的活性的D3 活性的D3來講 在身體裡面 我們現在認為 它不是光是一個 這麼簡單的 止動性維生素了 它有點類似荷爾蒙 當然不是荷爾蒙 它會調控細胞 在我肌肉合成過程當中 在我肌肉裡面 它要開始胺基酸 合成的這個情況之下 D3會促進 所以我們常講 你要曬點太陽運動 不是光增加D3這麼簡單 也會促進我們肌肉的合成 所以如果假設 你在剛剛透過食物當中 補充不足的話 確實我們還可以透過 營養素的補充 我覺得這樣弄上去的話 對你肌肉的合成增加 是有很大的好處 那剛剛講過營養的部分 那運動的話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我們這樣講 有氧補氧 對我伸展的運動來講 我提過有氧走路見走 游泳騎自行都不錯 可是主抗運動很重要 主抗就讓你的肌肉 就會有這個收縮的動作 譬如我們拿來雅鈴 一次練 你的宮二頭肌就會增加 那我要練這個大腿的肌肉 練核心深蹲起來 這個來講就是有主抗的作用 主抗的作用 對我們增加肌肉是有幫助的 我們這家小的雅鈴 甚至有彈力繩 彈力帶 拉的時候你去拉一拉 腿拉一拉 其實它為了要適應這個主抗的力量 你的肌肉就必須要 產生更大的動能去 拉這些東西 那它就必須強迫自己身體 製造足夠的肌肉 那當然很多包括什麼瑜伽 我們認為過去用瑜伽等等 氣功來講 它有些有一定介於 又有氧又無氧 其實有些瑜伽運動做起來 是很累的 你看拜日式啊 什麼東西要撐起來 要撐在這裡 對其實那個 那個做過就知道很累 以前那但是做這些東西 它有伸展的作用 會讓你肌肉跟肌膜拉鬆 不會沾連 所以我大概 但是回過到最後 我常常講一句話 有動 手臂沒動 好 能夠站著就不要坐 能夠坐著不要躺著 當你開始有這個 一步進階 一步進階 開始克服身體的這種 運動的這種沒有興趣 有運動之後呢 再強化各類的這個主抗運動 我覺得 對肌肉增加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所以呢 其實就像劉醫師剛剛講到 肌少症其實算是全民都應該注意的議題 不只是老人家 甚至是 喜歡減肥的年輕人 可能也會有這個肌少症的問題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參考 劉醫師剛剛分享的方法 好好的吃 好好的動 來避免這個肌少症早上升喔 非常感謝劉醫師的分享 歡迎大家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實用的健康資訊 也要記得點贊 三件雜誌的粉絲專頁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健康養生知識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什麼那樣脂肪蠻可怕的 就是說 它會隨時放出一些細胞激素 我們叫做脂肪 這個細胞激素 這些細胞激素來講 放越多 身體越容易發炎 發炎來講是導致全身的萬病之源